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手举得有多高 我就有多爱你 小兔子说 我的手举得有多高 我就有多爱你 哎哟 这可真高 小兔子想 我要是有这么长的手臂就好了 小兔子又有了一个好主意 他倒立起来 把脚撑在树干上 我爱你 一直到我的脚趾头 大兔子把小兔子抱起来 摔过自己的头顶 我爱你 一直到你的脚趾头 我跳得有多高 我就有多爱你 小兔子笑着 跳上跳下 我跳得有多高 我就有多爱你 大兔子也笑着跳起来 他跳得那么高 耳朵都要碰到树枝了 这真是跳得太棒了 嗯 我要是能跳得那么高就好了 小兔子想 我爱你 像这条小路 山到小河 那么远 小兔喊起来 我爱你 远到跨过小河 再翻过山丘 大兔子说 这可真远 小兔子想 他太困了 想不出更多的东西来了 他望着灌木丛 那边的夜空 没有什么比黑沉沉的天空更远了 我爱你 一直到月亮那里 说完 小兔子闭上了眼睛 哦 那真是很远很远呢 非常非常的远 大兔子说 大兔子把小兔子放到用叶子铺成了床上 他低下头来 亲了亲小兔子 对他说 晚安 宝贝 然后 他躺在小兔子的身边 微笑着轻声地说 我爱你 一直到月亮那里 再从月亮上 回到这里来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 想要收听更多儿童绘本 欢迎关注鸽子酱 讲绘本 鸽子陪你一起成长